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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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年寒冰的图纸,姑父,你说的可是真的,此事非同小可,若非已经到了不得已的地步,我还没有准备要告诉你,多谢姑父告知,凤九,说起来于公我希望你可以复活帝君,可是于思,你我毕竟是一家人,我既要顾及你的感情,也要顾及你的安危,对此我非常犹豫,只是,如今四海八荒动荡不安,各方势力均有一动,我必须让帝君复活,方可安定四方,姑父, 您放心吧,凤九自有分寸,绝不会给姑父和青秋惹麻烦,麻烦不可怕,只有结果是好的,就够了,夜华将图纸给了凤九,凤九双手接过,凝重地看着图纸,竟然如此之复杂,这,抱歉,我研究了数日,也不曾发现其中奥秘,我该想到的,他也不会希望我称心如意,接下来您准备怎么办? 我会仔细研究这张图纸,我一定会找到救活帝君的方法的,有任何需要,随时找我,多谢姑父,夜华暂时还未得知,天君即将攻打青秋之势,虽然之前的目的是为了怕白浅受到伤害,可如今,他隐瞒白凤九伤在西入手上,也确实是事实, 这一点不容他否认,三殿下宫中,所有的宫额侍卫都被天君调走了,只剩下了诚意自己陪着连送,阿玉,你不用准备这么多东西,只有我们两个人吃而已,那怎么行,你毕竟是三殿下,只能吃得太简单,而且,现在是我们难得的二人世界,我们应该珍惜,不是吗? 这些年跟着我,你从来没有过过好日子,是我对不起你了,你知道什么日子对我来说是好日子吗? 诚意认真地看着连送,连送温柔地等着他开口,诚意搂住了连送的脖子,深情地吻他,连送瞬间红了脸愣住了,取久才反应过来,连送,三殿下,我告诉你,对于我诚意来说,没什么平复贵贱,真正的幸福,就是跟着自己爱的人,不管是过好日子还是差日子, 只要你在我的身边,对于我来说,就是幸福的日子,你懂了吗?连送感动地点了点头,深情地回稳成欲,白凤九日夜不眠地研究图纸,这地方,他一处也没见过,转眼已经到了三日之期,天军亲自带兵攻打青秋,胡帝,不好了,天军亲自带人杀过来了,极有此理,如今真正跟着眼已经断了联系,他还想着找麻烦不成,你们先在这儿,我出去会会他, 万事小心,放心吧,胡帝出去只看见了天兵和几个随从,天军温和地看着他,天军,今日帅兵领将踏进我青秋,不知所谓何事啊,胡帝,你我本就是静甲,本君今日,就是来看看你们,如此,是我有失眼淫啊,快请进吧,无需客气,请,天军跟着胡帝进去了,左右环视了一圈,温和地开口,不知白真公子去了何处, 真正的性子一向是洒脱不羁,这点是四海八荒有目共睹的,我是不管他的,不错,不过,胡帝有空还是要多管管,不然终有一日,我怕他会惹出大乱子来,天军此话是何意,什么叫我家真真会惹出大乱子,胡帝拍了拍胡后的手背,胡后皱眉偏过头,胡后有所不知,白真公子今日与夜华走得跟进, 不仅如此,还和夜华一起惹了祸,愿闻其想,这几日异族动乱,想必胡帝是听说了的,这秦仓真是胆大包天,竟然敢拿帝君炼制丹药,好在夜华及时赶到,救下了帝君,只不过,这白真公子擅闯异族境地,实属不妥,外人看来岂非显得他另有所图,天军此行告知我这件事,是想如何处理,好说好说,我是看你们青秋的管束太轻松了, 容易让年轻人乱来,如果你们同意的话,我想在天宫设一处管制所,若是白真公子过去,本君会亲自教他走回正途,天军这话的意思,是要将真真关起来不成,胡后你误会了,我只是提议让白公子变得更好,你这就误会我的意思了,若是我不肯教人呢,那,恐怕会更加让人误会,绝对是白真要与异族结丝,而你青秋,又有一坦户了,你这真是日子, 你家之罪何患无辞,胡后,你又何必动怒呢,我是长辈,万不会伤害几个孩子,你尽管放心地将白真交给我,我一定会善待他的,既是如此,我便跟天军走一趟吧,门口,白真处理完天宫的事回来了,没想到一来就碰见家里出事了,真真,不可,娘,您不必担心,横竖天军也是我们的亲家, 况且,我早就想见识一下,天宫是什么样的规矩了,真真,一切当心,爹,您放心吧,白真温和地看了一眼胡后,胡后知道,此刻必须大局为重,外面布满了天兵天将,若是突然发动战乱,自己到无妨,只怕青秋的百姓子民,就没有这么信任了,娘,等我回来,好,一切保重, 白真回头给天军做衣,天军微笑地看着他,天军,可以启程了,好,我果然没有看错你,天军又跟胡帝说了几句,就带白真走了,说是叫话,还不如说是囚禁,怎么办,真真就这么被他带走了,冷静,真真聪慧,不会有事的,这天军分明是一家之罪,数万年来我青秋从未出过出格之事,说什么叫话,夜华不也是跟真真一块而去的一族? 怎么他就是降妖除魔,我们家真真就是图谋不轨了,夜华是小五的夫婿,这话以后别说了,一家人别伤了感情,那真真怎么办,我料想天军也不至于太过分,毕竟还得还我个面子啊,若真是伤了真真,他也不好交代,九重天,天军给白真安排了一套宅院,简挨着自己的院子,又给院子试了结局,白真可以出去,旁人不得随意进来,白真,本君给你安排的屋子, 你可还满意,空气好,环境好,又大又亮,天军有心了,你喜欢就好,接下来很长的时间,你都要住在这里,需要什么不要客气,随时打招呼,多谢天军了,如此你便休息吧,好了,今天就讲解到这里,如果你有不一样的看法,可以在评论区留言,和小影一起讨论哦,赞同小影的话,可以点个赞,支持一下小影哦,我们下期见。 我们下期见。